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一下其他的触动 你们太清晰了 因为你们平时没有太多的事情 就是家人 家里的孩子的问题 老公的问题就是这些 跟你他说的也就是这些 其实都是没事 那些都不算事 太清净了 要给你们早写事做 和你们拍一拍 没那么清净 就是因为更多的 看到这个世界的东西 更多人的心灵 心态 太清净 太清净也不行 发呆住了 他清净不行 他们比如说修修很崇敬 他就很渴求完美 然后很执着这个崇敬 圣洁啊圣洁啊这个静 美的一面 他就反而丑得一点也揉不下了 揉啥就在白衣服上面 连个点也不揉了 他就一揉就翘起来了 他因为他太闲 制作到另一边去了 他制作到另一边去了 过了 过了 太清净也不行 本来就是破分别的佛险 你制作了清净 制作了完美也不行 你就又偏了 偏到这边了 以前不觉是 世俗法怎么说 我们怎么说嘛 人家大家都朝东 我们要朝东走嘛 人家朝西我们朝西 反正只要随大流嘛 那就要不学 现在是绝了 我不跟他们朝大流了 我要自己安住在这儿 但是又偏了清净 这个也不对 人要破 但是总不能让你变坏 你变坏这边肯定不行 但是破这个清净也需要一些方法 就不找这个像 不找恶的像啊 臭恶的像 你可以心无挂暗地坐在这儿 看着恶 看着丑 看着美 看着 你可以都知道 清清楚楚你要 但是心里边不懂 中国不懂 你知道这就是宇宙的 宇宙的规律 众生 在每个人没臣服一些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有善的一面 有恶的一面 没有完全崇敬 我们潘神奇迈里边是有的 而且宇宙言语经的时候 清的时候 一样的坦天 只是你心不动 看这些 你不随着波动就行 就是哪个人 这是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